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在他疑惑不解时 一个神秘力量突然将山按在了椅子上 紧接着荧幕播放起了山的故事 只见山满身是血的在树林里拼命往前跑 由于他跑得太快 没注意脚下 因此在途中被一具发黑的尸体给绊倒了 山剑壮想赶紧起来 可不知是由于狡猾还是其他原因 导致他起了好几次都没起来 不一会儿又一个拿着斧头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四处查看 见周围没有人 于是又离开了 其实山此时就躲在树后 斧头男走后 山也打算转身离开 可没想到刚转身就碰到了杰森 两人商议后决定一起离开这里 到了晚上 两人拦下了一辆警车 在和车上警察坐了半天后 警察终于答应让他们坐后座 但就在即将要出发时 那个斧头男竟突然出现在了车前 警察见状立刻朝他连开竖枪 不一会儿斧头男被打倒了 可当警察走上前掀盖他的头套 看过真面目后 竟有些被吓到了 慌乱中警察本想转身逃跑 但不料却被斧头男的脚绊倒 紧接着他还失手杀死了自己 事后杰森小心翼地走上前查看情况 可没想到这时斧头男竟活了过来 两人见状 再次开启了大逃亡模式 他们来到了一处房子门口 并疯狂敲门 前来开门的是房子主人黑哥 两人将事前经过都告诉了黑哥 但黑哥对此却并不相信 就在他们讨论之时 斧头男来到了这里 并趁其不注意朝黑哥扔来了一把锤子 方向还真是准确 可谓是一把命中 碰的一下就砸断了黑哥的肋骨 杰森健壮赶紧关上了门 可由于斧头男力气太大 因此单靠在这顶着是没有用的 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试图杀掉斧头男 黑哥听后表示自己要第一个上 毕竟斧头男先伤害他在先 可就在黑哥描述要如何杀害斧头男时 斧头男竟直接冲进来 与狼头刺穿了黑哥的身体 紧接着杰森想亲自开枪干掉斧头男 但没想到 斧头男却拿黑哥的尸体当挡箭牌 不仅黑哥身上被打得稀巴烂 就连他的头也被打爆了 可谓是血肉模糊 之后杰森和斧头男打了起来 刚开始不分你我 场面异常激烈 山在惊吓中意外发现屋内有个密道 于是害怕的他进入了里面 但没想到这里面竟是一句句的干尸 给山下的差点崩溃 此时杰森在和斧头男的对战中有些不占上风 以至于最后 杰森不仅被斧头男砍了好几刀 而且斧头男还将他的身体掏空塞进了火把 就这样杰森被他折磨死去 山在听到杰森的惨叫声后决定不再躲避 和斧头男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对战 山意外得知 斧头男竟是邻居眼镜哥 眼镜哥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某个周末 一群朋友来到眼镜哥家聚餐 其中就有山和杰森 其间杰森偶遇看见天空中有一火球划过 于是他召集所有朋友前去查看 没想到他们竟误打误撞来到了外星蜘蛛的老巢 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只有眼镜哥自己逃了出去 为了防止他们感染更多的人 没办法 眼镜哥只好将他们杀掉 然后烧死 眼镜哥刚说完 山就情绪崩溃了起来 紧接着他的头部突然开始炸裂 里面露出了一只蜘蛛 给眼镜哥吓一跳 戴山冷静下来后 头部又恢复了正常 最后山恳求眼镜哥杀死自己 眼镜哥虽然于心不忍 但还是动手了 事后眼镜哥悲伤地走出门 只见无数只蜘蛛朝他这边爬来 没办法 眼镜哥只好戴上头盔 硬着头皮消灭他们 画面一转 眼镜哥开着车走在路上 看来他活了下来 但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被感染 我们无从可知 第一个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是第二个故事 故事开始 一对情侣来到了影院 荧幕上同样播放起了他们的故事 女孩叫安娜 由于她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 可虽然外表不完美 但却有一个非常爱她的男友大卫 为了让安娜变得更有自信 大卫决定带安娜去整容 于是第二天安娜就上了手术台 在手术中 安娜梦到了自己和大卫的婚礼 但就在她幸福地走向大卫时 却发现台上的大卫竟变成了三个护士 而且他们还都用沾满鲜血的手拿着手术刀 不一会儿安娜醒了过来 只见安娜全脸缠着绷带 双眼无助地清扫周围 过了半天 安娜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忍着疼痛 偷偷起身出门查看 果不其然 在四处查看时 她竟发现了一个没有五官的女人 安娜吓得转身离开 而这也让安娜明白 这个医院不简单 安娜本想逃离这里 但最后还是不幸被抓住了 第二天 大卫前去探望安娜 她的母亲也来了 而这时安娜揭开了纱布 照了照镜子 可谓是彻底崩溃 现在的安娜完全毁容 就像是个怪物 原来大卫一直都在和母亲研究异形 很多女孩都不幸被害 安娜也算是其中一位 而这也说明了 大卫根本就不爱安娜 更不是真心想给安娜做手术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心罢了 很快电影结束了 可安娜往旁边一看 竟发现大卫不见了 紧接着安娜一路寻找来到了放映室 在这里 她见到了噩梦放映师 她专门搜集人们的噩梦 然后放映出来让人们终身难忘 安娜听后崩溃的大叫了一声 就这样第二个故事结束了 下面是第三个故事 故事开始 一个神父走进了影院 紧接着荧幕开始放映 这天这神父所在的教会学校里 突然有一个男孩皮特要跳楼自杀 期间修女爬上楼顶准备救他 可没想到皮特嘴里说要让修女救他 但实际行动却像是被控制了一样 掉了下去 鲜血喷见了丹妮一脸 晚上神父正在和修女偷情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奇怪声音 起初他们以为有人在外面 于是就出来查看 可没想到来到外面人没看到 只看见了一滩血迹 第二天白天 一个女孩正准备欺负丹妮 但不料却被丹妮打出去了老远 狗涂鲜血并且牙都被打掉了一颗 接着这个女孩神情慌张的说 自己看到鬼了 到了晚上 皮特的鬼魂出现在了神父和修女面前 神父见状立刻拿出了十字架驱逐她离开 可皮特在离开时 却告诉了神父一个消息 那就是恶魔附在了她的身上 可至于是谁 皮特没有说 起初神父和修女猜测可能是丹妮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真正被恶魔附体的 其实是丹妮的妈妈 只见丹妮妈妈来到宿舍 教唆孩子们杀死神父和修女 面对被控制的孩子们 神父和修女只好忍痛痛受 但最后终究是寡不敌众 神父被孩子们用十字架杀死了 修女则被丹妮妈妈带到了楼上 然后两人一起跳下了楼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丹妮妈妈摔死了 但修女掉下来后并没有死 只见她满身鲜血的爬了起来 接着一群沾满鲜血的孩子 朝她这边走来 看修女的眼神就可以猜到 恶魔就寄托在了修女身上 第三个故事 到这也结束了 我们下面来看第四个故事 故事开始 女人南希来到了电影院 荧幕再次开始放映 这天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医院 终于在等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见到了心理医生 原来南希有心理疾病 这次来就是来看病的 南希表示 她觉得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在改变 就连人也变得丑陋和畸形 医生听后又反问她一个问题 那就是有没有过自杀倾向 正当南希犹豫不决想要回答时 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 是叫医生去开会 没办法 医生只好先让南希回家 明天再聊 南希本想再问几个问题 但却被医生强制性赶了出去 紧接着南希来到了大厅 可到这却发现不仅一个人没有 而且现场还特别杂乱不堪 四周也全都是血迹 像是打过架一样 就在南希疑惑之际 电梯突然响了 里面下来了一个黑衣男 南希想问问看 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孩子 于是追了上去 但叫了好几声 黑衣男都没有回应 终于在上电梯时 黑衣男回应了他 可却并没有说出 他的孩子在哪里 接着南希又在洗手间 发现了一个寸头男 这个人也没有理他 没办法 南希只好独自寻找 而就在寻找期间 南希无意中听到了屋内 心理医生和其他两个医生的谈话 而这两个医生就是南希误以为的 他的孩子 他们表示南希已经疯了 没有办法再治疗 目前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南希自杀 南希听到这个消息后 愤怒地冲进了屋子 直接开枪 将心理医生抱头 最后他强制性带走了 那两个误认的孩子 第四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下面是第五个故事 故事一开始 卷毛哥走进电影院 然后来到荧幕前的一家钢琴前 坐下并弹了起来 紧接着荧幕开始放映 卷毛哥擅长弹琴 这天他演奏结束后 准备和父母一起回家 但中途却不幸遭遇了抢劫 卷毛哥父亲主动前去制服劫匪 可没想到劫匪手里有枪 一枪打中了卷毛哥父亲的头 导致卷毛哥父亲当场身亡 卷毛哥母亲见状 让卷毛哥赶快跑 而自己则因为掩护卷毛哥 也被劫匪开枪打死了 劫匪解决完后 又来追卷毛哥了 只见卷毛哥拼命地往前跑 劫匪见状 从远处给了卷毛哥一枪 这一枪还真是准 直接打在了卷毛哥的胸膛 画面一转 卷毛哥躺在了手术病床上 原来他被救回来了 等卷毛哥醒来 转头一看 给他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满脸缝针的毁荣男子 躺在他的旁边 应该也是刚做完手术 就在卷毛哥低头捡东西时 那个毁荣男竟站了起来 并来到了楼道 卷毛哥见状也跟了过去 他看见毁荣男在疯狂拍门 卷毛哥为了避免他受伤 于是好心劝他回床上休息 但说了好几遍 毁荣男都没有理他 就在这时 一位女护士拍了拍卷毛哥 并询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卷毛哥将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 女护士听后 表示并没有人在敲门 卷毛哥扭头一看 还真的不见了 随后女护士将卷毛哥 扶回了病房 而毁荣男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 这让卷毛哥充满了疑惑 晚上睡觉时 卷毛哥梦见了妈妈 妈妈让卷毛哥跟他一起走 卷毛哥被吓醒了 等他醒来一看 已经是第二天了 慢慢的卷毛哥发现 自己能看到鬼魂 就在他不知怎么回事时 女孩凯西出现了 他表示自己也能看见鬼魂 而且他劝告卷毛哥 不要和妈妈一起走 可没想到刚说完第二天 凯西就被卷毛哥的妈妈杀死了 鲜血流了一地 与此同时 这天晚上 卷毛哥还遇到了那次的劫匪 两人纠缠中 卷毛哥打晕了劫匪 之后卷毛哥亮亮呛呛 来找护士求救 可没想到护士也被割喉了 死状极其惨烈 不一会儿 劫匪醒了过来 并再次找到卷毛哥 和其纠缠在了一起 由于卷毛哥年纪太小 力量太弱 因此稍战下风 没过多久 就被劫匪制服了 就在劫匪打算掐死卷毛哥时 妈妈和凯西的影子 以及他们说的话 在卷毛哥眼前闪现了出来 一个让卷毛哥放弃 一个让卷毛哥干掉他 卷毛哥一时间不知如何选择 可当他回想起 劫匪杀他父母的场景后 果断的选择干掉劫匪 只见卷毛哥拿起一根棒 直接插进了劫匪的身体 就这样 劫匪死去了 卷毛哥则活了下来 第五个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全篇到此结束 五个故事五种风格 每一个都有自己恐怖氛围 让人们很震撼 小细节的处理也很到位 混搭分段式恐怖片的形式 更加独特新颖 把每种可能都来了一遍 让人们在不同视角 与立场下思考 或让人们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于恐怖迷来说 这个电影还是值得一看到 而且看完 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 并且感受前所未有的震撼 好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集再见